《创世纪》第十一章 那时全地只有一种语言 都说一样的话 他们向东迁移的时候 在市那地找到一片平原 就住在那里 他们彼此商量说 来,让我们来做砖 把砖烧透了 他们就拿砖当石头 又拿柏油当泥漿 他们说 来,让我们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塔顶通天 我们要为自己立明 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面上 耶和华刚临 要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华说 看啊,他们成了同一个民族 都有一样的语言 这只是他们开始做的事 现在,他们想要做的任何事 就没有什么可拦阻他们了 来,我们下去 在那里辩乱他们的语言 使他们彼此语言不通 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 分散在全地面上 他们就停止建造那城了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 辩乱了全地的语言 把人从那里分散在全地面上 所以,那城名叫巴别 这是陕的后代 洪水以后二年 陕一百岁生了阿法撒 陕生阿法撒之后 又活了五百年 并且生儿育女 阿法撒活到三十五岁 生了沙拉 阿法撒生沙拉之后 又活了四百零三年 并且生儿育女 沙拉活到三十岁 生了希伯 沙拉生希伯之后 又活了四百零三年 并且生儿育女 希伯活到三十四岁 生了法勒 希伯生法勒之后 又活了四百三十年 并且生儿育女 法勒 活到三十岁 生了拉吾 法勒 生拉吾之后 又活了二百零九年 并且生儿育女 拉吾活到三十二岁 生了西六 拉吾生西六之后 又活了二百零七年 并且生儿育女 西六 西六活到三十岁 生了拿吾 西六生拿吾之后 又活了二百年 并且生儿育女 拿吾活到二十九岁 生了他拉 拿吾生他拉之后 又活了一百一十九年 并且生儿育女 他拉活到七十岁 生了阿伯兰 拿吾和哈兰 这是他拉的后代 他拉生阿伯兰 拿吾和哈兰 哈兰生罗德 哈兰死在他父亲 他拉的面前 死在他的出生地 加勒底的吾尔 阿伯兰 拿吾各娶了妻 阿伯兰的妻子 名叫撒来 拿吾的妻子 名叫密家 是哈兰的女儿 哈兰是密家 和易家的父亲 撒来不生育 没有孩子 他拉带着他儿子 阿伯兰和他孙子 哈兰的儿子 罗德 以及他的媳妇 阿伯兰的妻子撒来 一同出了加勒底的吾尔 要往加南地去 他们来到哈兰 就住在那里 他拉共活了205年 就死在哈兰